立法院新氣象 在即將兩個禮拜之後 就要選正副龍頭的這個部分 但是今天民眾黨先出招了 民眾黨如我們昨天 跟節目上大家預測的 他會提出一些政見 要你藍綠表態 如果不行的話 不排除要自己提 那黃國昌有四個承諾 要藍綠 要挺 要表態 第一個是要有完整的聽證制度 第二個強化人事同意權 新的會期要處理三個NCC 包括主委跟委員 還有司法院的正副院長 他希望更加的強化 但是他沒有講怎麼強化 那第三個要強化立委利益迴避 有關家族事業都不可以質詢 他暗指的就是陳明文 百億基金的那個事情 第四個立法院長 一些相關的經費 不夠透明化的都要很清楚 那如果藍綠都不提的 都講的不好 回的不好 他不排除會自己提 那趙少康 趙大哥都加碼 說要有一個國會聽證調查權 要有配套的措施 那趙大哥顯然不會去主席室 不會去跟朱立倫爭 他會去回到戰情室 那這個民進黨團已經最新回應 政府院長是不是適任 應該要仔細研究他是否適任 還蠻饒舌的 所以他說不是去考慮 誰的訴求等等的 那民眾黨到底會支持誰 當立法院長 媒體人黃陽明 就我們現場的陽明 他告訴大家說 很可能是藍綠 兩邊都不會去挺這兩邊 那最後可能會變成是國民黨來主導 那如果是這樣 那韓國瑜就是立法院長了 但副院長到底是誰 但不管他是不是韓國瑜當院長 八字都還沒半撇 We care 忍不住了 動不住了 開始到處問 如何才可以罷免立法院長 我是不知道罷免立法院長的規則是什麼 但是至少第一步 你要選上立法院的立法委員 請教楊明 好 這個其實這個對於黃國昌 或說對民眾黨的巴西立委來講 他們基本上這個叫做 出一個難題給藍綠 為什麼 聽證調查權 大家聽起來很正常 美國就有 中華民國有 很合理吧 我跟你講 如果現在 比如說我們講高端疫苗的合約 你不公佈行政官員 這要高端怎麼樣 以後如果是清證調查的話 叫你來 你不公佈是不是 移送法判 官員不可以說謊 在國會上說謊 用偽證罪移送 你提供相關錯誤的資料 提供錯假訊息 通通移送 你覺得哪一個執政黨 會想要有這樣的聽證調查權 因為當初疫苗的時候 我們的官員不是在國會講說 什麼大陸的BNT是怎麼樣 後來都被證明是假的 對 所以是可以做所謂的 那我支持 這個制度我支持 對在野黨來說 這是一個很好的武器 所以說執政黨不會讓他過 執政黨絕對不會 所以為什麼民進黨團給的回應是一個 你根本看不懂他在講什麼 而且這個家族迴避他針對陳明文 陳明文的兒子還有進到立法院 所以我說他提出這四點 每一點都讓民進黨很難接受 那其實等於說你提出這些 那國民黨都沒問題嗎 好 我先跟你說 為什麼現在的席次是 國民黨52還要加2 兩席五黨籍 54 所以國民黨是基本有優勢 民進黨51 那對民進黨來講 他為什麼需要跟民眾黨合作 是因為他要穩定有執政聯盟 如果你的執政要有多數執政 你必須要找一群人來合作 可是這54席全部是藍軍的 難道你民進黨要去跟國民黨合作嗎 你覺得有可能嗎 那如果今天你要跟民眾黨合作 結果民眾黨你連談都還沒談 注意 談都還沒談 民眾黨先出一個難題給你的 民眾黨意思就是 你也不用來找我 你這些題目你回答完再說 你考卷給我寫完再說 所以基本上今天民進黨團的回答 就是告訴你 我們不打算回答這份考卷 那就各自努力吧 楊米南有沒有可能民進黨他51席 缺這個可能還差幾席 他有沒有可能用各種方法 司法或者是威逼利誘 或者用官位來給你俠 讓有一些藍尾或者武黨吉他 帶槍投靠 讓他們過半 我跟你說這種事情在新的國會 因為第一個現在立法院政副院長的 這個改選投票是不記名的 那其實對國民黨或是對民眾黨 他們有一種方法 當天開會 當天現場直接表達說 我們要記名投票 你懂嗎 每個人誰跑票一目了然 可是投票方式也要過半對不對 投票方式現場表決通過就過了 所以這些技術性的問題都可以克服 依照目前的護血辦法 是不需要記名的 可是如果現場有人提案說 我們要記名表決 要記得2016年民進黨也曾經要求 立法院政府院長記名投票 可是沒有 最後沒有實現 那至於立法院長選上可不可以罷免 可以 怎麼罷 立法院裡面立法委員有三分之一席次提案 出席委員就不用全體 就是說你出席委員裡面三分之二通過 就罷免 就要換新的院長 好 那我們這邊政告VK 第一步先選上立法委員 你才有辦法罷免這個 還沒選上的那個韓國瑜 委安華要請教一件事情 因為這一次大家發現說 不管是這個立委區域 不分區 這些女性的從政人員 感覺好像聲量是比較亮眼 那現在網路聲量 第一名的是黃珊珊 第二名柯智恩 第三名范雲 所以看到這邊可以知道 聲量不代表都是好的 可能有好的有壞的加起來 跌起來 第四名是這個郭玉琴 第五名林楚英 第六名陳昭之 陳昭之居然也衝到第六名 他包括國民黨的陳清輝 然後還有這個王玉銘 張家俊 林月琴 這是網路分析出來的 那大家講到王玉銘 現在他的位置空出來的 他轉戰到不分區 那他空出來的台中市的副市長的閒缺 剛剛最新的消息已經有出來了 由他們的副秘書長賴淑慧 以及他們的發言人鄭兆欣來接任 不過今天吵了一整天 從昨天就開始講說 國民黨的陣營 要仔細看喔 是來自藍影的建議 希望蔡壁如 藍白河這個示範區裡面 大家去支持她的 讓蔡壁如接台中市的副市長 讓她生根 而且是國民黨當地的很多議員 很好啊 盧秀燕職工 如果蔡壁如留在市政府 這樣很棒 有助她職工的這個選情 不過今天早上 可以秀出很多耐人尋味的地方 民眾黨顯然不支持 為什麼呢 看到黃珊珊 記者問她 蔡壁如接副市長 她不是喔 如果她樂意 而且她覺得很樂觀其成 她就會說這個消息 我們也替她感到不錯啊 她是個好人才 一般場面都是這樣講 但黃珊珊不是啊 黃珊珊說 不要拿這種聽說的來問我 我不要回答這種聽說的 張祈凱在旁邊都回答說 柯主席有交代 這一兩天會找他們來聊一聊 聽起來就沒有很挺嘛 而且是蠻負面的回應這樣子 那盧秀燕也講說 早上這個他講 副市長處理已經盡快 會很快很快來處理 那市政不會從選舉跟政治 來考量 那處理的速度這麼快 是不是代表藍的跟白的裡面 都有很大的壓力 另外一個蔡壁如現在 也被四叉貓截圖 說他們在民眾黨的群組裡面 有很多人陸陸續續退群 退群可能跟蔡壁如 不是有相關 但是蔡壁如自己也退出了 他們民進民眾黨的立院黨團 的採訪通知 但他說因為他現在 已經不是立委了 因為這個選出來新的 可是到二月一號之前 還有一段時間 他不是立委已經一年了 已經一年了 因為他的學論正義 對啊 前年的十一月二號 所以他應該是前年 就要退掉了 他晚了一年多了 所以他已經多待了一年了 不要再說他散退了 他已經delay了一年了 他包括其他的這個粉絲群 他也都退了 不過蔡壁如說這個是 因為他已經不是立委 才退出了 要請教我看 不是 剛剛耀州 你實在是太替他講話了 這當然就是閃退啊 他是閃退 早就該退了 現在才退 我跟你講不是我幫他講話 是陽明說的 沒有 陽明跟我的看法都很明顯 不是 我們是在吐槽他 早就不是立委了 一定有事才退的嘛 對不對 一定是一定是 就是這個時候為什麼選擇 退出群組 早在二零 對不起我們這不是見風查證 我們我們跟大家講 一定有 畢如姐今天有出來講 他說沒有啦 因為我太多群組了 所以我就把這個 那個就是民眾黨的退掉 留下海線的幹部 他是選舉的 那他現在要選嗎 要的話 快也是四年後 但他卻留下了海線幹部 他就離開了民眾黨的群組 你對了 去年 對不起 前年 因為現在已經2024 2022年的11月2號 他因為錄影的問題 他就把那個立法委員給辭了 誰補上來 吳馨穎補上來 所以已經一年多了 所以這個東西有貓膩 但是問題算了沒關係 因為大家各自有各自的選擇 所以他是準備要退出民眾黨 沒有 他沒有 我說這些動作 還是說有情緒上不滿 因為不是只有他 一群人都退出群組 我簡單講 不要說太多 民眾黨在總統選舉之後 不要講敗選 就是選舉之後的檢討 黨內是有人有意見的 覺得沒有檢討到點上面 包含了民調 為什麼先前發布是這樣 後來不是 對啊 我看他們民眾黨 很多人在賣 為什麼會有假民調 假民調騙他們 對 我們內部 你講那個還是一般的選民 我現在講是有在群組當中的 他有分三個level 民眾黨的群組 第一個群組就只有四個人 這四個人常常在開會 然後第二個群組有三十個 他有金字塔 也有討論到這個點嗎 他裡面的第二個群組 他們前幾天有開會 就開視訊會議 所有人來檢討那個 為什麼選舉 就是會這樣 結果內容根本沒有講選舉怎麼樣 就是講以後立法院 所以有一些人覺得失望 就是說對於選舉的失敗 為什麼都不討論 都在討論以後立法院的事情 他有一個群組 前面四個人 就是金字塔的頂端那四個人 之後有三十幾個 包含各地的主委跟幹部 然後還有就更多的 可能兩百個人群組 所以掩耳盜靈 完全不檢討就對了 不是 這個不是我們可以決定 因為內部長主席 如果有下令一定要檢討 為什麼我們這次沒有預期 譬如說剛剛耀卓講的最明顯的 為什麼一直說其實是第二名 追上賴清德 侯友宜其實是輸 柯文哲 為什麼最後沒有 而且柯文哲輸給侯友宜 大概九十萬票 最後檢討的原因是什麼 就兩個 一個就是簡訊跟郭台銘 但問題是 問題是郭台銘那個 簡訊會幫到侯友宜嗎 Sara 不要講太多了 回過頭來再來講 造星的部分 還有那個黃珊珊的那個聲量 這個沒有什麼好特別驚奇的 因為聲量是正面跟負面 一起算進來的 我在這個網路溫度計裡面 聲量也還蠻高的 那可能一半都是在罵我的 所以這個聲量沒有什麼好那個 那我們現在因為是總統 居然總部的總幹事 當然最近討論聲量 其他還有人是總幹事嗎 我回到剛剛這個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到退框的部分 但是人事 因為一整天 昨天亮哥還講說 即將發生大事 蔡壁如要去當台中市的副市長 他也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安排 大家第一個反應也覺得不錯啊 讓他有一個機會可以在台中市的政黨 好好的去繼續加深 選前有些人質疑他空降 如果未來四年他用副市長身份 其實不無機會更好的耕耘 但是為什麼一天之內 峰迴路轉 立刻就換成新的人出來 先前大家有期待 但不代表說原本盧秀恩是這麼想 因為你要知道 蔡壁如畢竟是 我剛剛忘記講一件事情 民眾黨是在二零一九年的八月六號成立 誰去內政部傳真登記申請那個政黨 就是蔡壁如 他是創黨的人 還不是什麼元老 他就是創黨者 蔡壁如就是民眾黨創黨者 所以說我怎麼誰說我要離開 沒有 第二個 他現在確實不在黨中央的核心 第三個他在臺中能夠選到跟蔡壁的這麼近 看來他沒有要放棄 所以他繼續耕耘 第四個你要耕耘在臺中 就要跟誰配合 跟誰溺在一起 盧嗎 跟盧秀恩溺在一起 就一定要當到副市長嗎 就這麼簡單 今天所有的臺北市立委沒選上的 馬上就當副市長 假裝講都來 每個都來當 沒有沒有 所以那麼重要的位置 其實本來看起來盧秀恩就沒有 他還更快的把他副市長給公佈了 因為王玉民 他現在只有兩個副市長 他有一個本來就選缺的 一個黃國榮 一個王玉民 那王玉民現在已經 國民黨部分區第四三名 進了立法院 所以國民黨選還不錯 所以他就空了兩個 那大家提到蔡壁如 沒有 他一次把你補滿 就是副市長賴淑慧跟這個鄭肇欣新聞局長 那肇欣因為 我簡單講 肇欣因為跟韓國瑜他是發言人 他是誰的助理 是江啟成 所以一找這個 而且肇欣能力很好 找了鄭肇欣當副市長之後 對韓國瑜跟江啟成 而且江啟成還選二零二六 整個套組都弄起來 對盧秀恩二零二八的那個能量來講 是非常正面 所以他有一個大戰略的思考跟布局這樣 楊明我請教一件事情 現在大家看到說 黃珊珊拿著這一個 這個高票當選 有人講說是來自誰 旁邊寫游錫坤跟蔡其昌 不過要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每個當選人都有這一張 那另外一個 現在有個消息 黃珊珊大家都想到黃曙光 有一些藍白河 還在恨這件事情的人 就會想到他哥哥說 是不是要救他哥哥等等 就他現在那個相關媒體 有一些一篇報導說 賴清德的國防部長 有三個人選 李喜明 陳寶渝 那其中還點到了黃曙光 大家非常驚訝 不過黃珊珊今天 被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沒有像講那個 那個蔡碧魯的事情 那樣的反應 他就說 我們都是各自獨立的個體 我們不會因為家人 影響彼此的國會利益 楊明怎麼看 其實我們先講一下 就是說黃珊珊 如果未來他當了國會的議員 就是他即將就任 如果他的哥哥 在國會裡面擔任 在內閣或是說擔任部長 或什麼的話 第一個他就 黃珊珊絕對不能進 國防外交委員會 這是最基本的 你不能有這種親屬關係 還去質詢 過去曾經有過油美女 執行他的老公 對 我們不是有太太質詢 有過蘇小慧質詢他的爸爸 那現在還可以嗎 我們等著看 為什麼 你記不記得今天黃國昌 提出來的其中一個 利益迴避 家族事業不可以質詢或協商 這樣算嗎 爸爸當院長我也不可以質詢 算家族事業 你們畢竟是家人 你們這樣的質詢 會不會被人家講套招 所以我說 這是黃國昌訂的標準 黃珊珊你可能要遵守 所以 他們自己訂出來的要求 所以我說如果黃曙光 要未來有這個任官的機會的話 那黃珊珊自己要拿捏這個尺度 畢竟民眾黨 這是民眾黨的標準 這不是國會的標準 那再來 這個黃曙光有沒有機會 就我的瞭解是 確實是有可能 為什麼 因為邱國正 當這個國防部長 這麼長一段時間 他畢竟是陸軍出身的 那一般來講就是會有 所謂的軍種輪替 那也差不多該輪到海軍 所以而且國造潛艦 又是後面的這個重頭戲 後續的重點 所以確實軍方是有這樣的傳言 那如果黃曙光 真的接了國防部長 黃珊珊會不會跟民進黨的關係 更深厚 那其實李禧民 李禧民的呼聲也很高 因為李禧民也是海軍出身的 所以這個黃曙光 他有沒有機會 我認為還不只是 蔡英文的問題 因為現在 現在是因為蔡英文很欺重他 但是賴清德 你要記得 新潮流 他們在國防的這一塊的脈絡 有他們獨到的見解 有他們獨立的系統 對 所以願不願意 可能要 有沒有讓外人來分 就是說他有辦法 有這個所謂的軍事的權利之後 他要怎麼分配 這可能蔡英文 突然意識到我們這個國家 是新潮流的人 就可能蔡英文一卸任之後 這個是賴清德來做決定 所以這個到時候 除非今天是假設 蔡英文非常強力的建議 賴清德必須要用哪些哪些人 否則我想賴清德 可能他會有自己的盤算 剛剛特別講到說 因為昨天很多人在討論說 我們的總統是新潮流 大家說要下架新潮流沒有成功 結果選出一個新潮流出來的總統 大家也很關心他在國際 還有對美關係上面 到底能不能夠把持得非常好 美國的這個代表團 在我們投票的時候 就已經搭上飛機了 在我們投票剛結束沒多久 昨天晚上火速的抵達台灣 片刻都沒有停下來 那包括他們這次代表團 有前副國務卿史坦伯格 還有前國家安全顧問哈德利 兩位在政界也蠻有份量的 來到台灣 一早馬不停蹄就見了蔡英文 跟他談論這些事情 說期待下來可以跟總統當選人 還有其他黨的候選人 好好當面交換這一題 希望台美更加強政治上的 一個合作 立刻之後11點 就跟賴清德跟蕭美琴 兩個人在民進黨中央 坐在這個地方來交談 大家非常認真看著他 要問他很多事情 不過截至目前為止 由黨中央發布出來的相關訊息 只有聽到賴清德 怎麼表達他的意見 但沒有看到兩位代表 提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提出了什麼樣的一個疑慮 那同一個時間 對岸的外長王毅 他有講說台灣從來不是一個獨立國家 過去不是 今後更不是 那現在有懂兩岸的專業 這個權威的學者 這個張五月 淡大的一個非常權威的學者 張五月告訴大家 接下來有五個關鍵的時刻 可能對岸會對我們施壓 他第一個就中了 他說開票日就會施壓 確實施壓了 讓我們斷了一個邦交國 選後國台辦首次例行記者會 那2024對台工作會議 以及全國兩會 這個會議裡面 以及520賴清德就職演說 到底會講了什麼 這些時間點都會對我們施壓 他才剛講完 第一個時間點馬上就來了 下午就驚傳諾魯跟宣布 由他們的總統直接告全國的同胞 說要跟中華民國來斷交 他說為了諾魯全民的最大利益 來要宣布跟他斷交 那一斷交之後 我們在去年的十月十一月 我們的官方都說 諾魯是中華民國最友好的朋友之一 然後一斷交之後 你就看到友台做了一些 說這個國家人很少 世上最小的國家 什麼以前是靠賣大便賺錢的 然後Thank you都說 這個國家九成都是胖子 就是各種羞辱的言論都出來 也許他真的很糟糕 包括我們外交部說他開出天價 然後還跟中國大陸在比價 也許他真的很壞 但不久前你還說他好朋友 然後現在縮翻臉 就把人家講得這麼糟糕 然後連吳釗燮 現在吳釗燮這個也滿厲害的 沒想到還可以再增加斷交國 蔡英文的任內已經斷交累積到十國 那在520就職之前會不會增加更多 現在很多人都在擔心 那吳釗燮 他在去年十月三十二的時候 還告訴大家說 他們選出新的總統 從這個結果可以判斷出來 台灣跟他們的邦交國變得更好 言由在而 結果現在突然告訴大家 他人在哪裡 在瓜地馬拉 聽到斷交的訊息 被突襲 他氣炸 非常非常生氣這件事情 好 那阿伯也不太一樣 阿伯選前說邦交國變零也沒有關係 但是他今天說諾魯跟我們斷交 變成剩下十二個 這個要好好去檢討 到底怎麼回事 怎麼說變就變了 請教我看 因為柯文哲他畢竟沒有當選 所以這個說法還可以再慢慢修正 等到當選以後 是當選人再來講 雖然他確實是有說過邦交國 到底也沒關係 他後來有修正了 沒關係他還沒有當選 我們就看賴清德 賴清德的所謂 就是美國的依賴論 已經講了很久了 但你要從選前講到選後 每一次總統當選 像之前阿扁 蔡英文 馬英九 美國本來就都會有高階代表團來 所以你不用太去想說有什麼改變 沒什麼改變 因為蕭美琴他跟過往來講 沒有一個副總統 或是說總統身邊的人 跟美國的關係 其實在過去的這三年這麼密切 他才剛從美國回來 是我們台灣 是中華民國的駐美大使 所以這些官員 包含這個羅森伯格 都跟他非常熟 這個對賴清德來講 其實是很加分的 因為他們看到了 美琴又遇到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事情 基本上你不要一直往這個 美國依賴論方面去走 如果美國真的依賴論 說實在 他應該不派團來 因為以往都有團 今天沒有 這次沒有團 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 美國人也不是沒有情收 他有沒有可能邪命來跟你說 有些紅線你要踩得住 這些事情不用他們來講 蕭美琴在美國待那麼多年 還不知道嗎 對 所以你就知道 我們不會有修改國號 我們希望致力於印太的和平 艾清德有講過很多 所以這個我覺得還好 諾魯這個 我覺得如果中國大陸 既然要出手 今天也是第一個國家了 我們有13個邦交國 今天變12個 那有可能會被中國大陸 拉走的邦交國 而且這樣外交部早上 在剛剛開記者會說 因為我們都會去守著 要拍他那一個 諾魯的國旗被收 你看這個畫面裡面 本來大家都還會等 等那個諾魯的國旗 看是不是會被收掉 但沒有想到 等那個畫面 本來在圈這個 在等他 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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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就突然間 他就跟你這個 跟你講說要開記者會 別的活動 所以記者就撤掉了 撤完回來再拍說不見了 他就悄悄不見了 所以沒有拍到 因為我們過往會拍到 外交部的人把他扛走 就這次就 釣虎離山 這次就沒有拍到 對啊 沒辦法 因為諾魯 基本上是我們南太的 友邦之一 那他確實是比較小 我覺得沒有必要 每次只要邦交國 跟我們斷交以後 我們就一直講說 他又小又窮又怎麼樣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邦交國 都是這樣 又小又窮又胖 然後又是賣大便的 那中國大陸 因為基本上他是有能力 挖走我們邦交國 可是你要看是 到底是什麼樣的階層 因為如果是比較窮的國家 他甚至會覺得說先跟臺灣會比較好 我們在那個地方 都有國會的農劑團跟醫療團 你想想看 如果我已經到經濟發展了 像瓜地馬拉 他不一樣 為什麼我們之前斷了幾個國家 多米尼加 或是薩爾瓦多 他要的已經不是簡單的醫療 他們自己都有了 他們也有高樓大廈的時候 他要的就是 像多米尼加就是要聯合國 常任理事國 那十個兩年一次的地位 那我們能在聯合國幫他講話嗎 不行 他跑掉 有些人是要蓋水庫 要蓋鐵路 那如果還在於要種稻米 要眼睛有時候 可能有什麼問題 要去有醫療團的話 我覺得還會跟我們在一起 尾安我請教一下 那五二零之前 還會不會有第二個第三個 會不會有骨牌效應 我覺得中國大陸如果要出手的話 他應該不會只鎖定 諾魯的國家 可是他也會有個預算的上限 為了要爭取我們的友邦 讓我們斷交 我覺得大概兩三個是合理的 你說要到整個斷道沒有 我不認為會全部沒有 因為有些國家跟我們現在目前關起來蠻密切的 賴清德顯然還不知道 有出現這個狀況 昨天他選完的時候 各方都覺得他選不好 連民進黨內都覺得說 有些立委的選情差強人意 但賴清德昨天出席活動的時候 他很自信滿滿 他說他打破了三大魔咒 第一個 這個所謂的政黨輪替的魔咒 被他打破了 第二個魔咒 他在湊這個連戰 他說副總統選總統的 他是第一個贏的 那第三個他說他是非 非法證人員 因為蔡英文 還有包括這個 蔡英文 滿久陳水扁 但是李登輝不是 所以他把李登輝忘了 他忘記李登輝 人家李登輝今天還生日人 那蕭美琴他有自己上台 他講說大家都說 他勝選當天的晚上 國際記者會 這個眉頭深鎖 好像很嚴肅這樣 他說因為他想到 有很多工作要做 果然就立刻外交上面出狀況了 那他也有講到說蔡英文把清了 他說蔡英文現在正在清他們的衣櫃 清出很多二手衣 然後就給蕭美琴 那大家也想說 蔡總統不是李五二零搬出官邸 還有好一段時間 怎麼這個時候開始在整理他的衣褲這樣 那國際記者會下面也被抓包了一件事情 因為這一個他們現場請的這個口譯 這個大有問題 當賴清德說他會依照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 這個口譯居然翻成我將會按照我們的民主 跟自由的憲法秩序來行事 完全不一樣 然後他一講出去的時候 這個蕭美琴非常嚴肅很吸烈的眼神 看著他怎麼會出這麼大的包 當然口譯哥在旁邊他主持記者會 他立刻就說我剛剛這句話不是 正確的翻譯是什麼 就要把正確的講出來 但這也很奇怪 因為像這樣的口譯應該是非常重要的 重要的場合裡面口譯 也算他們廣義的國安團隊之一 怎麼會有這麼辣慘 是蓄意而為嗎 也不太可能吧 從蕭美琴的反應擴展 反應蕭美琴也非常非常錯愕 那有一個蕭香居士 十二年前二零一二年 他上節目的時候 他大堂剖析 他從面向 他覺得賴清德長得很好 生得很好 未來會主導民進黨 完全不會輸給朱立倫 吳敦義 蘇家捲 郝龍斌 這些人他覺得都不行 陳其邁林家隆也不會贏過賴清德 但很奇怪 他說有一個人會贏過賴清德 那個人叫姚文智 所以到底是神還是怎麼樣 這個怪怪的 那當然還有一篇 大家比較關心的是 今天到底有沒有 這個勝選行情 那一般的解讀是沒有 而且有點慘 為什麼我們 我們可以看到股市的走勢 一開始飆上去 但後來立刻中錯了 這個指數非常清楚 那這個時間又爬起來 那這個時間點爬起來 一般的專家都覺得說 很可能有政策護盤 就帶進去護盤 那一整天下來 漲了0.19% 蔡英文上一次勝選的時候 是漲0.6% 那2012年是跌1.1% 馬英九當選的時候 是漲了4% 那現在就是有相關法人 看好AI跟半導體 這有關這些股市 請教楊明 我先講賴清德 我們剛剛除了他講 這個李登輝非法證人 他居然遺漏了之外 這個是一個很離譜的錯誤 他怎麼可以自大到 自己認為自己就是第一個 我覺得他 他腦海裡面完全已經忘了 我們第一任民選總統 叫李登輝了 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 副總統還沒有當選過總統 他要加一個前提 叫民選副總統 還沒有當選總統 因為李登輝也是 因為李登輝也是副總統 當選總統 還是他真的徹底忘了李登輝 他徹底忘了李登輝 我覺得很多本土派的 阿輝伯的信徒 可能覺得這個金孫 現在是怎樣 長大了 皮養了是不是 好 那所以當然 其實他還有一些魔咒 我來跟他講 他其實也是第一個 當過行政院長 有行政院長之力 選上總統的 也是第一個 有台南市長身分 選上總統的 所以當然這個 接下來他也許也有機會 創造一個新的紀錄 就如果他四年後 沒有辦法連任成功的話 也會成為我國民選總統 第一個沒有連任 對 第一位沒有連任成功 所以這個是他這四年後 這是詛咒人 這不是魔咒人 我是要先把這個東西 預告出來 他會努力想要連任成功 再來 也許他那個非法證人的意思 也許不是講那個法證 不是法律政治 他是講非法的政治人物 因為他的房子 有非法的問題 就是有逃漏稅 那至於口譯的部分 老實說 你會發現那一天賴清德 全部都是造稿念 他的國際主席 大部分的問題 基本上都是造稿念 對 那口譯 我還注意到一件事情 你剛剛講的一個重點 口譯出包的時候 蕭美琴反應很激烈 瞪他 賴清德完全沒有反應 他還在看稿 所以他到底聽得懂 聽不懂 關鍵就是賴清德 他那一天都是造稿念的狀況下 口譯還會出錯 理論上你就會把這個 你懂吧 我要講的東西 基本都在了 翻譯都翻譯好了 對 理論上是一定要準備的 那為什麼 他說他事前是故意這樣翻譯 我不知道民進黨 他們這次說了什麼狀況 這個很明顯就是沒有準備 那賴清德沒有反應 還是覺得賴清德 就是應該要這樣翻 也許他也不在乎 所以這是一個上演 蕭美琴幫他 對 但我覺得 我覺得尤其是因為 講到中華民國憲法 我相信像蕭美琴 他的政治敏感度很高 就是在 他這個是要傳達給 國際社會是知道 他是一個可以預測風險的 這樣的一個領導 你看蕭美琴這個眼神多犀利 他直接瞪到口義那邊 這個鏡頭攀過去 就是那個口義 賴清德一點反應都沒有 對 那當然現在講到這個股市 其實這一波有一個說法 最近有一個這個 我看臉書上面 有些KOL在寫說 他什麼存股 如果這幾年 在蔡英文的八年執政 如果透過這個 2020年開放這個零股買賣 他說如果你就小老百姓 小資族 每個月存多少 去哪一家這個 什麼0050什麼的 0056 他說你的資產 就是你投進去的錢 會翻1.56倍 所以他說 他的意思就是講 相信這個政府 你就會賺大錢 所以不是有個作家 說台灣不會讓人家 只要有工作 就不會餓肚子 所以今天你覺得 可以開綠盤嗎 想辦法也要護到變紅的 對 所以今天有一個護不了 外資賣超90多億 所以有人下標 自由使命要下標 說選後外資都落跑了 對 沒有信心不足 我想關鍵還是這個選情 選出來的人 讓很多的國際社會 還是信心指數不足 不過有個關鍵的時刻 就是這個選出新的總統 但我們台灣曼德拉 政界的先知施明德 他就病逝了 那過往都一直在體制外 對抗我們的威權 包括美麗島事件 還有大家印象最深刻的 雙十圍攻這個紅三軍的運動 當時我們很多人都去捐過一百塊 我想怎麼看 其實施主席對我們這代的 這個記者來講是印象很深刻 雖然他 我們採訪他的時候 已經歷經他人生兩個 這個非常重要的時期 最高光的時刻 對 但是就他先前曾經因為 在軍中後來被這個關 鄭志玉 前後兩次 後來又美麗島又一次 然後他還到處逃亡 把他下巴這個地方 都給做了整形 是張溫英幫他做的 所以兩次加起來 大概快二十五 二十六年的 四分之一世紀都在坐牢 可是他卻可以當民進黨黨主席 出來的時候 非常的 怎麼講 就是氣度瀟灑 玉樹臨風 沒有什麼恨 我想說一個被關了二十幾年的人 他確實不容易 然後到了紅山軍 因為他是民進黨的私主席 私主席的烘趴 那時候臺志玉還模仿他 可能年輕的觀眾朋友 你們沒有看 那那個時候 他居然身為民進黨的前主席 卻在二二八公園 開一個汽車會讓他一人捐一百塊以後 倒扁 結果他那個蜂巢 所以我最近其實這兩天 被大家那邊念說 你有看到阿伯在那個 凱道人多 我說蠻多蠻多的 但是真的沒有紅山軍 紅山軍 紅山軍是密密麻麻 好不好 我常講的那個阿斯卡線 就是從那時候范可欽 那時候人潮是 蔓延到臺北車站 那個是太多 整個都已經瘋狂了 所以施主席 他是台灣的傳奇人物 非常敬佩他 好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到今天還有人在傳這個 做票的影片 中選會的主委 今天開了記者會講出重話 他說只要有人有證據 說證明他們湯章舞弊的話 他立刻辭 但我覺得辭了這個 好像也沒有很強勢的感覺 好 不管有沒有做票 有一個是國內外 都有高度重視的 就台灣號稱是一個 已經發達中的國家了 怎麼我們投票開票的方式 比落後的國家 還要更加的落後 選舉的時候台灣是巨人 投票的時候 我們彷彿像諸魯一樣 非常非常落後 我們現在用紙本投票 人工唱票的方式 在計票非常傳統 來自什麼 日據時代 後來說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我們的民眾 不相信當時的國民黨政府 所以這個傳統 就一直維持到現在 連臺大知名的教授 王業利他都在臉書PO了 他不知道全世界 還有哪個國家 投票的時候還要帶印章的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傳統 連CNN來官選都說奇怪 為什麼有那麼多海外的 還要搭飛機 搭車 金門當天還因為這個軍機 調不過來 七十幾個人 沒有辦法去投票 然後到下午三點 還在那邊拍桌生氣 沒有用 我們就是沒有 不在籍投票 然後PTT也有人討論 說一堆外地的投不了 這覺得很奇怪 然後其實他全世界 我聽到這數字 我也覺得不可思議 全世界高達一百十五個國家 可以這個屬地 可以不在籍投票 有些大使館 領事館 還可以讓你去進去投票 那現在有報導出來說 在二零二零年 疫情期間 很多國家都希望可以 線上投票 結果疫情的關係 那我想說 是不是落後的國家 可能真的比較難 電子舞弊去防止他 結果全世界第一個 全境採用電子投票的國家 就是巴西 你巴西都不怕了 我們到底在怕什麼 當然現在還有各種的話題 我們昨天有講到做票的 說這個票箱裡面有夾票 結果這個事情 我覺得科粉的人 可能真的會跳腳 因為後來他們證實 就真的會把阿伯的票 一百票送給賴清德 一百票送給侯友宜 被人家發現之後 他才立刻更正 那如果沒有監票 不就這樣算出去了嗎 以及昨天說 查了一整天 還沒有答案的 就是領票數九百多張 實際開出了一千多張 開出更多 有做票 有做票 後來說證明說 都是口誤 這個口誤查了一整天的時間 請教楊明 第一個 我們為什麼的 這種投票方式都那麼人工 那麼的原始 關鍵就是在於說 對政府的不信任 從過去在那個黨外時期 叫不信任國民黨 你記不記得許信良 包圍那個叫中立事件 包圍這個消防隊 然後還火燒 那個時候還是這個縱火 這個是過去很知名的事件 所以就導致很多人 他對政府在這個 所謂的投票過程裡面 都覺得有貓膩 你看到這一次 從2016 2020到2024 每一次選完 都有所謂做票陰謀論 可是我必須講 那個叫選物瑕疵 選物瑕疵 就算今天真的 比如說像2022的屏東 裡面真的有一些 比較嚴重的狀況 可是他的最後的結果 影響的選票 不足以影響整個結果的時候 這個老實說 你就不能說他叫做大規模的做票 我覺得選物瑕疵就是靠監票 現在我們的選票 投票已經不是像以前 全部都是國民黨指派人 去這個什麼 當投開票的管理員 然後開票員 監票員全部都自己人 求證 旁證 全部都我的人 然後開票 最後拿空牌票 蓋蓋蓋 已經時代不一樣了 要作弊 你要買通很多很多很多人 還有各黨派拍到那邊 現場拍照盯著你的 大家手上都有手機隨時拍 那當然我覺得 大家公民一起監督 是會讓這個社會進步 可是電子投票 我告訴大家 十幾年前 我的朋友 就在我們的台灣的電子公司 做全球的電子投票系統 我們台灣在做電子投票系統 輸出 十幾年前 對 十幾年前 那不就三次總統大選前 然後他們就很遺憾 他說我們的系統都是外銷的 我們國內不要 我們賣系統給別人投票 然後我們自己都不用 他說為什麼 像我們的中選會去推銷 他說呢 我們中選會說 我們的人民不習慣用電子投票 會懷疑裡面是不是有造假 會不會有駭客 會不會這個數據都是假的 我們不是有IT大成嗎 所以我覺得目前 比較好的選制改革 是先從不在籍的移轉投票 什麼叫移轉投票 因為現在民進黨最怕就是什麼 台商大批什麼回國投票的話 會影響 他們說可能你在境外投票 他們怕那個裡面的那個票 中共會鬥手巧 那我們先從移轉投票 就是青年或是在外地工作的返鄉投票 你可以變更 比如我戶籍在高雄 我在台北工作 你可以變更我投票 申請你的投票 這應該可以吧 理論上可以 我告訴你現在已經有了 現在比如說你假設 你是投開票所的這個 這個叫做工作人員 選務人員 你假設你的戶籍在高雄 你在台北做選務人員 他們就會讓你申請轉移到 可是這人數比例很少 要事先作業 目前的數據很少 可是這表示什麼 技術上可行 所以我覺得 就是看要不要而已 你知道如果今天年輕人 投一次票要花三千塊的 這個高鐵費用的話 這個成本那麼高 所以投票率就會低 那大家就想說 我投這票到底划不划算 我覺得這一次新的國會 二月一號馬上就任 不如把這個議案 列為優先的法案 如果柯批執政 他可能會幫年輕人 就把這個修法給過去 當然有人在講說 有人這個阿公級的候選人 他拿到四萬票選立委 四萬多票 三萬八千多票 其實算是 也蠻有這個民意代表性 可是當選的是 林俊仙拿到十二萬六千多票 規定要超過他的三分之一 才可以拿補助款 所以大家想說補助款 如果拿到的話 有一百多萬 這個規定也不知道 到底該不該休 畢竟拿到三萬多票 結果一毛錢的補助都沒有 好偉翰我要請教一下 到底賴清德上來之後 葛奎到底是誰 我們昨天有講到 賴清德很喜歡政力軍 很多造勢活動 重要場合都是政力軍旁邊 然後總統府 現任秘書長林佳龍 還有包括這一次戰功 說這個巴西全上 這個巴仙過海 高雄市長陳其邁 那他今天一早就告訴大家 可能因為有韓國瑜前車之間 他宣誓他會做到任期的最後一天 強力邀請 他也絕對不會動搖 那陳建仁昨天選舉結果一出來 立刻跟蔡英文說要跟他這個辭職 不過後來總統已經未留到他 會做到520 那現在說賴清德挑選 葛奎的首要曝光這個條件 是說可能以學者型的 學者型是誰 他說林佳龍 林佳龍是學者性格 但是缺人和 那新潮流系統有不少人 他們可能不能接受林佳龍 那政力軍可能會長葛奎 也是其中一個選項 但是現在又傳出一個新的人選 朱敬一 他是中研院的院士 那大家都知道 在這個新的政局裡面 第一任的行政院長 鐵定是炮灰 請教我看 當然是林佳龍 這個完全不需要任何討論 是因為要選去當炮灰是不是 不是不是 觀眾朋友要知道 當賴清德已經選上之後 未來八年這些所謂的接班梯隊 可以暫時先等一等了 對不對 賴清德會不選連任嗎 所以你想說我要選二零一八 沒有一個人有機會 包含林佳龍 鄭文燦跟陳其邁 除非出了大事 不然二零二八怎麼挑戰 中間插軍去換他選 其一 其二 為什麼陳其邁馬上就跟大家講 我一定不會 因為連盧瑞營都講 觀眾朋友 這個很快跳回來 國民黨連續三次 二零一六朱立倫 二零二零韓國瑜 二零二四侯宇 都是直轄市長選總統 結果都不好 選直轄市的時候都嗶嗶叫 韓國瑜在高雄很強 對不對 侯宇在新北市 是把這個林佳龍贏了四十幾萬票 四十六萬票 這次在新北市開了 有贏賴清德嗎 沒有 所以國民黨也好 民進黨他都知道 直轄市長代職參選不用想了 那這種狀況直轄說 你說陳其邁沒有做完 我去當行政院長幹嘛 反正二零二八我也不能選 所以他不會想要去 他先表態說我不要 那觀眾朋友你要知道 現在總統是賴清德 新潮流第一次當總統 新潮流都當總統了 你不給鄭國會當行政院長 你要叫他幹嘛 那當然還有包含游錫 所以游錫 他在立法院當院長 如果沒當上呢 你這時候行政院不派系平衡 第二個行政院長 他是我今天你問我 我就什麼 我的看法告訴大家 是我個人看法 因為我相信還沒有做決定 可是以分析來講的話 林佳龍應該是最好的人選 是最可能的 理由很簡單 今天你要當行政院院長 你要把六都的手掌叫過來 對不對 所以沒有幹過六都的直轄市場的人 基本上幹不到行政院長了 鄭立軍跟賴清德關係 其實絕對比林佳龍更近 但是你可以讓他當行政院副院長 還有一個潘茂丸沒有討論到 我覺得潘茂丸 當總統府秘書長的機會非常高 就這樣講完了 好 我們跟著話題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 我們現在 TVBS充電學習計畫 小小配音源說出精彩人生 自信表達主播營 開口就有說服力 黑暗溝通表達營 黑暗中激發溝通潛能 營再說話主播營 展現台風推真不畏懼 TVBS讓孩子遇見更好的自己 美國管制晶片 但沒有想到中國各方面 還是想辦法找到了 可以買到晶片的這些漏洞 現在出來爆料的是路透社 他說把美國的禁令 當成縮改嗎 中國的軍方還有一些精英大學 還是可以悄悄買到 而且這數量很少 居然美方還有這些媒體 都還是有辦法掌握 他說中國軍事單位 國有的AI研究機構 部分大學過去一年購買小批量 我想說到底買多少 會驚動到美國 還有這些國外的媒體來注意 就會來仔細看一下 哈爾濱工業大學去年五月 買了六塊A100晶片 訓練深度學習模型 中國電子科技大學 在二零二二年一年多前十二月 買了一塊A100晶片 用途還不知道 兩所大學之前都被美方的點名 說他們背後都跟軍事相關利益有關係 就本來就被圈起來做註記了 那相關的中國軍事資料庫 招標有一名解放軍 去年十月招標三個A100晶片 今年一月又再招標了H100晶片 清華大學從二零二二年晶片 禁令發布以來已經購買了大概八十顆的A100晶片 這些數量很少 但全部都被記者清清楚楚 中國的供應商說 在市場上搶擴存透過印度 臺灣 新加坡等地註冊公司 還是可以進口輝達的晶片 在中國買或者銷售高階美國晶片 並不違法 同一個時間我們也可以看到韓國 他加強在中國的這些合作 這個韓國的晶片巨頭SK海利市 他計畫升級在中國大陸的工廠 他的核心基地佔記憶體 總產量的百分之四十 他們業內人士說準備 大家知道的EUV出口限制 他要來打破這一個限制 計畫把中國無錫工廠提升到 第四代的10奈米 那官方的解釋說 這個我們沒辦法勸論這個相關的計畫 但去年以來就地緣政治問題 組建了內部的工作組 然後在同一個時間 看到這個馬斯克現在要哭出來了 他的業績有夠糟糕 過去的半個月下跌高達百分之十二 市值蒸發台幣將要三兆 三兆是台灣一整年吃完 都還剩一大堆 創下了從2016年以來最差的表現 三大不利因素 包括他持續的降價 因為大家都在降 他不得不降 美國的電動車需求放緩 還有勞動人成本持續的增加 造成他這個現目前業績很糟糕 第四個馬上又來了 鴻海的狀況衝擊他 所以現在連德國的都被迫要停場 一段時間 請教我們看 我先講馬斯克 因為他畢竟不是一般人 他是不是能撐得住 我們可能覺得他是不是怪哭了 看起來他是 他是很難過 但是因為特斯拉的那個價格 他一直放低 又打價格戰 可是這個我不是很懂 可是我看到有人講說 那你把你的價格拉得 都跟很多中國大陸電動車 都那麼接近了 人家以為說很接近的時候去買 他說錯 因為太接近了 所以反而不想買 他覺得一開始 當你有這個 就感覺到是便宜貨 我就不想挑了 當你有特斯拉的時候 為什麼不買賓士BMW 因為你是特斯拉 我開上去以後 我就會睡了對不對 所以反而被拉近了 因為在路上人家看到特斯拉 名牌車 然後這兩年 因為原物料上漲 還有那個戰爭的關係 其實他的成本是增加的 那你價格又放低 再加上買電動車 那一波高潮 現在目前趨還了 他沒有賣的那麼多那麼好了 那你的利潤就會降低 這其二 A100跟H100 價格 分貝就買得到啊 雖然美國不給他買 你知道嗎 要只有一片是兩萬塊美金 那他現在懷疑 可能從臺灣 新加坡 或者是這個印度 偷偷買過去 要小心後續被制裁 高價搶購就對了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對岸的河南文旅 他們拚觀光 他把這一些model 猛男上衣 先把它脫光 來直接看這個畫面 而且搭配美麗的風景 每個人都穿古裝 然後這些影片拍起來 都非常非常厲害 那很多這個中國大陸的觀光客 小姐姐們看到猛男非常開心 甚至雪地裡面 這個打赤補的時候 他們還很心疼 幫他們加了衣服 加衣服的時候 還順便不小心滑倒 幫他摸了一兩把 所以這些大姐們 就很喜歡到這些景點去玩 衝出了更多的觀光人潮 同一個時間 你說我不要脫衣服 穿衣服 好好穿 出現在車站 要做什麼呢 到車站的時候一樣 就人家都還沒有出車 立刻照顧他 人肉把它疊起來 這個姐姐們就不用走路了 甚至當他們要上車的時候 還一堆人集體的 跟他們鞠躬哈腰說 請公主上車 這個不知道 我們這邊也有很多公主 但是台灣拼光光 也有想出一些絕招 我們的橡皮眼不是斷掉了嗎 結果硬是有人 從我個角度看過去說 好像水豚菌 然後大家看到他突起的耳朵 鼻形跟這個側面講起來 真的是百分之一百的相似度 說找到了第二村 這要請教楊明 你知道大自然的奇蹟 就是你只要發揮想像力 他可以從橡皮變成水豚菌 當然我覺得好像更可愛 因為他原本是一個景點 這樣拍真的滿像的 真的很像 因為如果你橡皮斷了之後 沒有旅客再去的話 其實也可惜 現在突然有一個叫水豚菌 可以還是說前後比一比 你以前去的時候叫橡皮 現在變水豚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而且以前去過本來沒有要去的 現在要再去了 沒錯 所以這是一個噱頭 那當然至於這個河南 我覺得這個